我下半段讲 到底法轮功 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不见得真的搞得懂 法轮功是怎么一回事 即便我已经讲了 他有替代台湾的功能 他也是可以 那为什么那个政府 很讨厌他 就是北京的那个政府很讨厌他 因为他里面玩了一个案盘 里面玩了一个案盘 虽然说他可以替代台湾 然后跑到美国去 直接在那边在美国这边乱搞 如果前面讲的 搞到让你吐血的那种 本来应该是 如果只是为了要忽悠 让美国人信 还不至于 大陆的政府会 这么讨厌 讨厌法轮功 列为禁止去进 是没错 但是这么讨厌 的原因是 里面有另外一个案盘 本来我不是很想讲 但是我看懂了 看懂了 提出来到五房 原因是什么 因为历史几千年来 还都有人这样玩 中华民族吗 这个讲出来到五房 因为你还不见得有法轮功的本事 他为什么能够发展 因为他底下玩了一个案盘 我虽然讲的 但是我不要讲太清楚 他其实就是空照故事 就是他应该这么说 我们古代我们讲叫做平民要去告官员 比如说告朝廷的一品大员 他害了我谁 可是你你只是个平民哈 是个很普通的贱民哈 很普通的平民 那你告那么大的官 怕你乱诉啊 我随便受理的话 那就大家都来乱告一通了哈 那就变成像文革这样 随便乱乱指挥 那不行啊 那是乱世才可以 才会这样子的 你平民要告官的话 你要付出代价啊 那一开始那个在以前的那个做法是什么 叫滚钉扒嘛 用一大堆针 你确定你要告啊 撞子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滚出去 因为滚过去 你一定要准备撞子 你不准备的话 你滚过去哈 你已经讲不出话来了 你你你你你斗贼讲不出话来了 撞子自己先准备好 准备好了 好丁一展开滚全身这样一一滚过去 脸不会还会保护你的脸哈 你脸不会被吃到 因为吃到脸那只是太太伤人了 是滚身体 一滚过去 全身都是冻在那边流血 好 上药 滚过来的时候 那开始 会有一个披风把你披着全身给你裹上药 有冤屈 可以告了 状纸拿出来他才受理 这个时候 给你披上一层 你的位阶就马上跳到你 跟你告的人是平等的 跳到是平等的 然后 在上面的他一定要 一定要公开这件事情然后来平等受理 这样才叫做是有受理 不然那是私下吃案了那是怎么受理 他一定会要受理 真的是有缘区然后你的你已经滚过丁耙了全身滚的都是血 然后 有缘区可以告了 那那个被你告的那个大官他不得不出来 然后要面对要面对这件事情 你要解释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就是 就是那个 这古代的那个一个一件事情但这个这个游戏在 你你只能告告大官吗 最高也是在汉朝的时候最多也只是告到那个什么诸侯王而已吗 汉朝的诸侯王那时候还真有平等受理的时候 有时候先让你滚过很痛苦痛苦到不得了 那代表你是不是乱诉的你是 有缘区那就要皇帝受理 但是如果你想告皇帝怎么办 哈哈哈哈 你滚电话也没有用了吗 对不对 不可能吗 可是在 中华民族老四这里是可以告皇帝的 因为 皇帝只是天子啊 天子啊 那那你可以告老师那个天啊对不对那就告到天上面去了天在哪里 但是天有好老师会受理的你要告我的代理人就是我的代理人啊 你告我的我儿子告我的代理人那你也要付出代价要滚电话 因为同样你也是子民吗只是因为分工合作不同在他角度来看是分工合作不同吗 你怎么你不做你的老百姓安安安安稳稳的事情你跑来这边告告我的代理人对不对 你告代理人你要首先他的他也一样要先滚电话还要拿东西 首先你要拿出一样东西 那就是你的壮子你的东西 你的东西要有 有价值吗你说这个代理人不好 那你好在哪里 你的东西好在哪里 你要先拿出来对不对 拿出来你的东西然后接下来是什么 滚电话 对不对 那就要被代理人来揍 因为代理人一定会揍你的 你不用想 不会揍你 因为你要 你跑你越过我 跑到我的头 我背后的老板那边去 在那边那个讲一些什么五四三 那不把你修理死那才奇怪 你想干什么你想取代我的代理吗 那个法轮功就是这样 他 真的想取代他的代理而且他走的事情 走的路线我前面提过了吗 走张角跟红袖泉 还有以前红金贼 那那那一波人是同同一个道 跟那个 还有那个什么弥勒佛白莲教 白莲教曾经有 白莲教 申诉无功 他拿错东西 老是不要那就白白滚钉耙了 那个有一些东西是告完也没有用了 就是但他走了是这条这个在 整个我的我讲的那个 那个 故事的就是空照布色 空照布色布色的意思就是 颜色虽然有分高低但是 但是通通都是等价 全面都是等价你要想办法有一个 平等坡空照布空照员他就是 他有个 这个道具就是搞一个平等出来 要一个平等的区间来去区分 你没有平等区间区分的话永远被代理人把持 这也是不行的 对不对 所以他会有那个 一个管道让你稳定爬 走平等坡你就可以跳上平等坡来跟他 跟他 跟他对送 就平等我现在跟你是平等 就在这个区间里面是平等 就这么一句 然后你可以告他 他会听 听你听你听你那个颂子上面讲什么 那个法轮功就是走这一条路去告 他的告的由头是什么呢 你听了我前面那边讲就不会觉得奇怪 他告了什么东西 第一个 台湾餐私货了 对不对 你看法轮功起来的那个时间 台湾餐私货是小蒋 他这个心机 很重的人搞的 我讲过了 我不重复 那他 那个时候1987年88年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个 有这种情况 他死掉那一年之后 还有他之后 那个时候就埋了很多 那时候你他去用那个西跟解除党禁报件以及 使用 跟美国人讲他要走美国制度 他就是餐私货 然后没想到餐到这么毒的吗 台独分子出来了 那个时候其实 已经知道了 然后就应运而生 我讲过了 前面我提过了要应运而生一个你的替代品 以防万亿你还是去演 这样子效果很好 但是 到最后一定是拳头把你收拾掉了 你餐私货他很恨 那但是 这个时候就应运而生 市场要求就会跳出一些人 第一个台湾餐私货了 你看那个时代背景对不对 台湾餐私货了 第2个 那个民运人士不是闹了一个 88年吧 是4880吧 89 888989 在台湾餐私货之后89年搞了那个 天安门事件 那个 民运人士美国西方人大力扶持的这一群 我前面讲过是 危险的细胞啊 那可是那就告你 领导人 你无能啊你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啊 那时候刚好江 在九几年的时候告的 告的应该就是在民运人士过后你看你可以看一下那个 法轮功起来大概就九几年那江时期起来的嘛 所以他告就告江 所以你看他里面的树状是第1个台湾餐私货第2个 民运人士问题那时候政治处于不利地位 你根本没有能力解决他告的就是这个 然后 所以那个 练那个功啊 那都是 讲的没错他真的是有政治目的他不是纯粹练功的 功只是说他解决的方法 好那他又滚钉扒 接下来就是你这样子准备好了嘛然后你你你你你开始诉讼了你你去练集体到天安门练功 在那边诉讼啊那就开始被列为非法全全国那个一致围剿舆论维剿吗那时候有吗 一致围剿吗然后开始 开始拳打脚踢对不对那时候我还记得 呃 大陆有一些朋友偷偷恋 那我认识我就不讲谁那个我的朋友了 他几个那时候他说他那个时候 偷偷恋然后也是被查得很凶你进过好几次派出说 然后 然后有一些人 在有一些地方抓得太过火也真的有曾经发生过攻击 拳打脚踢的事情 拳打脚踢的那些事情他说真的是事实是很不客气的对对他们不客气的对那个法轮功不客气啊 实实体下表面上还是只是骂你 事实上那个你想代理人 这是一定很正常的事啊代理人你你挑战我说我不行 跑去找我的boss 所有的股东讲说 我这个可以 他不修理你那才奇怪啊 当然是修理你啊 修理他那就是滚天爬 你要滚然后看你坚持 他叫他很坚持啊李洪志 他的壮子 还跑到天安门直接去去练了啊被打到这样子还去天安门练 然后通气可是为什么没有直接把你其实 要把李洪志枪毙掉都可以做得到 然后后来李洪志好像是后来死了 然后 他的那个子子孙孙的那个还在海外蔓延 这个这是后话但是当时为什么没有一下斩进杀局要斩要斩进杀局当时是可以的啊 把你搞的跟民运人士一样是可以的啊 为什么他还可以在香港 台湾 吸收资源之后好像还要按 最后就跑了大陆还有一些人暗暗的在偷偷练啊 为什么还可以这样搞 那就是因为 他跟 老四达招呼了 我要告好平等坡 上平等坡你要告什么上平等坡先修理过了嘛滚过丁爬了对不对 首先你提的那件事情第一个 台湾参事货真的 这件事是真的吗 那第2个 民运人士当时政治属于被动全盘被动 没有办法解决 你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就说他不行你有什么吗 对不对 共产党我的代理人不行你有什么吗第2个 我可以到海外去抢他的资源 后来也真的这么做了 你抢他的资源 夺他的狗粮然后开始胡言乱语去搞搞乱美 嗯 有这个可能 所以你告的 内容成立 成立 他走你看张脚红袖泉的路 还告成了 但是他并没有完全采信你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里面的要求那你要讲出你的要求啊你讲的我我承认了 那老是承认这件事情 这样对我不利啊 那个 台湾问题 和那个台湾参师或已经那个 那个民运分子怎么搞定的吗 那你有什么方法他的方法就是 提过了吗要到海外去 代替忽悠 然后等到时间到 解决台湾问题吗 代理人去解决台湾问题吗 那你的要求是什么 你你你你讲的是 有方法那你要就是要求就是他他里面有 这不是我随便乱说法轮功啊法轮功他那个时候 最早的我记得很久以前那他们的刊物 那九几年的时候刊物 那就画了一个李弘之在那边练功 坐在宇宙的背景在那边练功 然后说全民练功江贼 你鼠窜 在那边 江贼鼠窜 原来你的壮子是 要全民来练你的功 然后江 则明鼠窜 抱头鼠窜 我还记得他那漫画底下 画了一个江泽民就是抱头一直在跑 李洪志在上面 全民练功江贼鼠窜 虽然你告的东西对 在平等坡上面评论 告的东西对 但是你你要全民练功意思是你想你想要替代中国共产党 这个不行 原因是什么 你的东西等级不够了 你那个法轮大法子都是是从那个下水道拿出来的工具 虽然说那确实是我遗忘的一个工具 而且确实可以针对我眼前 突然发生的问题我没办法解决嘛对不对 你拿了这个滚钉扒之后来说这个可以解决 好那我才我才信 我才信 因为确实是在这部分可是你说这个东西你就要拿这个东西说你可以执政 代理是可以那么好拿的吗 老式的代理是可以这样子的吗 拿一个下水道的东西出来就可以 所以这个这一部分他拒绝 这一部分不行 所以全民练功不用想 但是江贼 鼠窜 好像 因为你提了要求了吗 好像并不是不可以啊 所以那个我前面有提到老江的故事吗 那个 老江 那个时候想连任的时候出了很多丑 原因 在 这个政权还稳定的情况之下 就是老老式的全盘大忌吗 他我接受你了受你了这个平等拖过来的东西 但是我还是要全盘考虑啊对不对 在 政权稳定 实力一直上升美国 要垮下去的那个这个这个大局之下 那 你要求来执政是不行的吗对不对 但是江如果他能再维持一个面子这个政权 稳定的情况之下让他鼠窜并不是不行吗 你看后来是不是真的鼠窜了老江是不是吧 所以他那个时候我记得李瑞凡在开那个 在轰他的时候说不准他连任因为他 老江讲奇怪前面所有的领导人都连任啊 你不要讲前朝的 就讲本朝的 那个毛主席 终身职的啊不用讲啊 邓 他没有主席但是 他掌握私权 实质上他也是终身职任 实质也是他在幕后啊 他本来就一直在幕后啊 那为什么我名符其实的江不行啊 这不行原因是 李洪志告你啊 告天子啊 他滚过丁扒啦 那他讲的也是对的 对不对他讲的也是对的 平等波 他是含着血吐着血上来告的 然后看那个状子一打开来 法轮大法好 好在哪里呢 他 我刚才讲的 替代台湾的功能 这可以 那个侵蚀民运人士的狗粮 可以 下面你要全国职的全面工不行 你看所以跟你讲啊 他是不是很公平 中华民族真的是很公平啊 我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很公平啊 你可以告天子哎 可以告天子以前的人也干过啊那张脚黄金谁就就告过了 就干过这件事情了 但是他们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啊 而且你让你照做之后你没有按照 做好 或是你中途再跟老四勒索 就会跟红秀全那帮人一样死的很难看啊 因为他是本来告快告成 告可以的好你你提供一个疫苗 结果你中途跟我台价 中途跟我要价 然后赖账不还就像台湾像这样 所以你可以知道他接受了法轮功 所以那个江跟胡是 不可能连任的吗 你当时法轮功正式发展的时候 这个这个 他在练功 你江贼都鼠窜了 你胡也要鼠窜了 那你 所以才会变成这样很奇怪啊 当时政治氛围很奇怪就变成这样啊 那就是底下也能告 所以他很恨 要抓他就是因为他搞了一个空照布设 他走空照原的路到老师那边去 说我要告他 所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习 他要搞阴阳节了吧 我也要告 你看那个中华民族的游戏规则你看过我皇道无间第二部你也知道了皇帝也可以上诉 因为 已经搞了说天子 你竟然是公平 你号称 老四是公平的第四门是公平的你 你让平民告皇帝这实在太过分了你你你你滚了钉爬过来就可以告 你也可以告 你有缘区对不对你要可以诉 你要诉 基云他也对你是有 优惠的 所以真的是公平啊他对你也有优惠 我也不会喜心厌旧 就说因为你 都是你在做我就不给你机会 这也不行对不对 所以他也给你个叫阴阳节可以可以呛 那你告你你你你站在最高你告谁你怎么告你该整人的都给你整了对不对你怎么告你告了就说我 被被先前这样一搞我没有任期了 先保因为皇帝告的话他会先给你我提前面提过阴阳节的事情 他会先给你的因为你的威胁不一样吗 那个平民要来告一定要先滚钉牌要先付出代价了你才可以受理对不对 那你是先受理的 然后在后结账 那其实也差不多一个是先付钱再来享受对不对 另外一个是 先享受后面要结账 你结不出来那你才看看是什么情况对不对 我讲过了 所以他真的是 阴阳平衡很公平 这没有什么好愿的 没什么好愿 所以 只是那个法轮功去告的那个东西 他是下水道出来的那个那个那个玩意儿一个烂货 但是就是因为他抓准时机也台湾真的就是原因就是台湾在参私货很讨厌就这个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 第四门的心里老师心里是很讨厌你台湾在参私货的 所以你你你现在还在闹没关系 到时候死的很难看 所以他你看他完了你玩不过他的他 同意那边的阴阳节 他就要办事 对不对 同意同意习那边 江贼就因为你这样告 江贼鼠窜 狐贼狼狈 这样子 这样的那我 我不是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弄我啊 对好 你有冤屈 来 阴阳节 通通在他的游戏圈子里面啊 那只是因为你身份特殊身份不一样你是高位结的那你游戏规则就不同 你要先享受 先享受直接先享受再说 先享受然后后 后面再跟你结 对不对 他现在赶快赶快复 弄了 那 你看拿了一个下水道的东西都可以告 所以我在现在想 法轮大把 拿了一个下水道的东西都都拿来告 然后他一直也一直很想回来 等到他成功之后他一定会有回来 所以 我听说那边的政府都一直在 查台 查全部的法轮功海外的法轮功的那些活动 包含台湾的 包含台湾的 法轮功活动他都都要查 因为这都是将来的隐患 呃就是因为有一个搞我告你的 这个是记仇了 呃 其实当在这个这个我就不评论啊 但是 让我想到我先前 他的他的一个下水道的东西那个烂货都可以告那个法轮大法都可以告 那 我的东西 我先前因为那个北京的那个 朋友 不是李彦杰啊 就是那个朋友就是去去马亚的那个去马亚的那个 那个 后来没消息就没消息我发想也好 但只要他人没有出事就好了人不要出事就好了 没消息就不要了不要玩 因为为什么这个 这个不是下水道的东西啊 如果有人拿着这个高那真的会高导人 只是我们这个都是良善的 不要像那里融资的那个什么法轮大法那个那个阴邪的东西对不对下水道拿出来的一些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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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勾起刀的那个那个道具可是那个道具就是能用人家就 老师就受理了啊就是而且针对时间关键是时间 他的时机很好 因为时机那个时候就是 他妈的参失货了 然后马上 你看那时候是不是政治非常之被动 参失货 然后 民运 民运起来 然后接着 苏联解体 那 苏联解体之后 那你说他来告 有没有效 有效啊 那关键就是他拿的虽然是烂货但是他东西对了嘛 东西能解决一时之用对不对 就像那个三民主义一样 深中山三民主义当时在那个时候 别拿来用也只是因为 愿意接受他的他的那个上诉也是因为 虽然不是好货了下水道拿出来的 能起一时之用 那我那个东西算了 不要去破坏别人的游戏啊 不要破坏别人的游戏啊 我这东西拿来告那是可以的 那可能你还不用滚钉扒啊 只要付一点 代价 阿门棍而已啊 先打个几拳让你脚残废爬着进去 线上的这个这个游戏古代中国就顽固很多了 那个那个和氏币就这样来的你去查一下和氏币的有来 只是他 故事写的太血腥了 是斩断手脚然后 挂着那个 那个烂货在那边哭咬着在那对着那个王在那边哭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的人啊 他只要是告对 阿门了 那个 他会受礼的 冤屈啊 后来这个国宝 华夏传世国宝必须以他的名字 和氏来传递 对不对 年秦始皇都受礼的 都受用 这以前这他就在暗示一件事情了其实和氏币的故事可能是人家 故意把它写心话了 把他写心话要 聪动 脚都被砍掉 不不太可能到这种程度了 说你骗人 我献保给你不是保就赏耳光就好了吗 又不是像是现在这样那个法轮功是告你要你滚了 要全民练功让你鼠窜的那个 你现在知道了其实暗盘是这个玩意 暗盘这个到知道上无所谓 但是你不要拿我第六文的东西去乱高 我是不承认的 倒是稳丁爬你自己去滚死 你自己去滚死 不要赖在我身里 不要去抢人的饭碗干什么 而且那个饭碗还不是你可以抢的 是神器 不要随便乱动 因为那个也不是那个时机也没有到那种民族危机的时候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没有到民族危机的只有只有你因为你你你搞的阴阳节吗你你台湾让我们台湾那么难难受的话那我才会有一点动作 你赶快统一吗 不是你好过我好过吗 对不对 那你你也不用怕那个走空造员来来告你的 你不用那个担心那个平等经过平等波的那个大大纪元 你不用担心吗 因为你你已经搞的阴阳节了 跟他平衡平衡回来的 对不对 你过了阴阳节的话 那他他告诉你就是 虽然没有百分之百采纳但是已经采纳百分之二十了 让江贼跟 胡贼都数串 不能连任的好那我把他呛回来可以连任可以一直连所以可以修现吗 所以那不是时代的问题啊说主席只有两个两任那不是时代的问题完全不是啊就是就是垃圾原稿 那去告啊 那你再告回来好告回来平衡平衡了可是问题你要过关啊 你不过关的话现在就是这个时机啊现在这个时机就是暗昧我因为你也呛了嘛对不对 你用阴阳节来平衡他的空造员了吗对不对 那好那老师现在就要求看谁的成绩好他就信谁 对不对好关键这样子赶快啊 我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台湾问题 我不想再提了我真的不想再提了 我那把案盘都讲出来了 唉 不要逼我到最后想要投奔大纪元 还靠 那我的法宝那不一样 我的法宝就不是下水道拿出来的你们听过我前面那么多故事的你一定信啊 我有很多玩意我现在都不想拿出来的 那个一看我告诉你那个 食物一抛满坐肩金满坐接金会 闪金光刺眼睛的 金光闪闪的那个什么 那以前那个布袋系的那个 那个神功出现 那个那个不一样好所以这个 我不是在自夸我只是想要做好一个老百姓台湾的老百姓而已 那就是 民族统一 唯一要求 我是一既不党也不红不可能有政治利益的 也没有政治目的的 只是想看那你看那个 你自己知道了吧 你看在那里呀 知道吧 你看 我可以 你怎么帮你 我可以 你看 你怎么说 小心